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搭档黄博主演喜剧影片《惊叹号》 本月开机,导演让人期待 说到大鹏很多人都不陌生 2012年一部由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屌丝男士》掀起了不小的热潮 大鹏在节目中说过,《屌丝男士》是专制各种不快乐的喜剧题材剧集 而庆幸的是他做到了 每次看《屌丝男士》的时候老夫都会笑得像个傻子一样 爆笑声络绎不绝,真的很有意思 从这部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屌丝男士》 可以看出大鹏真的很有才华 从此他开始在电影,动画领域一发不可收拾 创作了经典动漫 《禽兽超人之无间不摧》、《缝任机乐队》、《宝你平安》等等热度超凡的影视作品 而如今,《宝你平安》因为特殊原因撤档,还未上线播出 就迎来了另一部喜剧影片即将开机的消息 影帝加当红顶流的阵容实在让人惊喜 这部影片则是由大鹏指导的街舞题材的喜剧影片《惊叹号》 《惊叹号》是由实力喜剧编剧苏标编剧完成的喜剧故事 讲述了自幼热爱街舞的陈硕 从小到大都被人嘲笑没有街舞天赋 他通过多年的坚持与努力 终于入选浙江省街舞队 成为一名替补队员 在教练杜刚的魔鬼训练下 陈硕向自己的梦想参加杭州亚运会发起了冲击的故事 就有消息称在这部《惊叹号》中将由黄博、王一博二人领衔主演 黄博也是业界内外高度认可的实力派影帝 在塑造搞笑且不起眼的小人物上是一绝 不知道这次在这部《惊叹号》中又会为众人带来怎样的惊喜 虽然对于黄博的街舞功底而言老夫并不清楚 但是他在周星驰导演执导的《西游记降魔片》 中他饰演的孙悟空可谓是恶挪多姿 尤其是江舒奇饰演的段小姐跳舞时 那柔软的腰肢、娴熟的动作 估计绝不会让人失望 对于转型演员顶流王一博来讲 在街舞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 不知道他那一脚踹进了多少人的心里 只是第一次出演喜剧的王一博与黄博搭档会擦出怎样的化学反应 据有消息称这部由大鹏指导 黄博、王一博领衔主演的《惊叹号》 预计在2022年5月底开机拍摄 那么你期待这部即将开机的《惊叹号》吗? 你又期待黄博、王一博这样的双博、博振容吗?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